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拍醒的正式开书 说什么呢 这个评书啊 有句话 叫说书无评 演员无能 就说我不是说在这给你讲各种各样故事 为啥 奥运期间 什么什么事 男蓝 什么女排 您都看见了 我这主要啊 是给你说点我的观点 就评论 说书无评 演员无能 这评书评书 人讲叫三分书七分评 可是呢 那毕竟是评历史人物 咱说个隋唐啊 说个秦汉啊 讲的秦琼啊 讲的御师公 跟您没什么关系 但是咱们现在奥运会这评论不一样了 有些观点上的冲突是很尖锐的 因为我这呢 你说我要不说观点吧 不行 我说了观点呢 就有可能得罪一些人 得罪某个明星的粉丝了 得罪一些考虑问题不太周全的人了 这都难免 我说里头不常说的 或者不怎么能播的出来的 我得对得起您 看我这份心 行 咱们闲言少叙 拍醒了开书 日月如梭天天天 寒来暑网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体育评书谈谈谈 奥运比赛头一天 咱们大多数观众朋友一盆热火是等着 等什么呢 手筋 第一枚金牌什么时候诞生 我跟你说 不光是我们在这等着 不少广告商掐着钱在那等着 为啥 可能得手筋的哪个运动员或者运动队 是某个赞助商赞助的 你这一得手筋 人家又报纸 又网络电视 广告铺天开地出去了 你要得不着 人家这广告就不做了 不做这媒体就捞不着钱了 所以等着手筋 绝不仅仅是咱们这些体育爱好者 奥运爱好者 还有媒体 还有赞助商等等 可是奥运头一天 咱们没有得着一块金牌 两块银牌 三块铜牌 照理说 这不错了 可是有很多人觉得 没手筋毕竟是遗憾 可是我发现 咱们现在中国人宽容多了 要过去 谁谁该得金牌 没得金牌 骂大街得有 当年我记得朱建华 跳高级路 在84年洛杉矶奥运会 最后才得了个铜牌 多数人骂他 把鞋给他系过去 你跳的这么臭 跟这鞋这么臭 你拉倒 你退一得了 还有的人说 35届平壤式平赛 李普荣带盾 最后咱们飘航球队输得挺惨 有人跟李普荣说 你别回来了 你就在平场那跑着 跑着步 转几圈回来 锻炼锻炼你身体素质 带着你队员 别弄得像郭月华似的 关键时刻精拉伤 反正当时中国人是不太宽容 但现在你看 孙杨没有得了金牌 是银牌 大家都说可以了 不错了 还是很宽容 但是孙杨得了银牌 大家很宽容 这不假 我们也没有权利 就要求人家一定拿金牌 可是今天孙杨身上发生的这件事 可令很多人感到不痛快 什么事 说这孙杨在比赛前的时候 400米自由泳比赛 他最大的对手 澳大利亚那小伙霍顿 在比赛前 他就曾经跟媒体说过 我不尊重孙杨 为啥 他是吃新闻剂的骗子 他新闻剂检测 逞阳性 这个话很扎耳朵 猴右头比赛完了 新闻发布会 记者就问 你下午说过这话吗 我说过 就这么回事 他吃过新闻剂 他是个骗子 孙杨来到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就问他 说他说你这 当然你知道记者看上都不怕事大 也有的拱火 说他说你吃新闻剂 孙杨回答的很得体 他说这个 无非是战术 小伎俩 我们每个能够来到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 都值得大家尊重 孙杨答的挺得体 结果回头我们看 你打个线在网上 你就发现了 这霍顿说这话 对孙杨是个不尊重和伤害 咱这网民呼呼上来了 你澳大利亚选手就敢欺负我 堂堂中国无人 我们十三亿人 骂死你 把霍顿这一通给骂了 很多人也是反正很亲切的 问候了霍顿的把门祖宗 这都有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待呢 我们得说这个霍顿 年纪轻轻的 这个修养不是太到讲 这话说的有点太狠了 当然这个在一定程度来讲 是一种战术 就大赛之前 我说点让你心里受不了的 我故意激怒你 咬乱你 然后比赛说你一看着我 我会把你拿下不可 可能节奏就乱了 这个在这个国际比赛上 国内比赛常见的 当年那个建国前 有那个七省七王周德玉 跟后起之秀 董元两个人下象棋 董元跟他下之前 跟他握完手 坐着把手心打开 让周德玉看 上面写着五个字 试杀周德玉 就我坚决把你宰了 结果把周德玉气得心服气躁 输给董元 这在象棋史上 是很有名利的一件事 就是说赛前 用这样一种非常规手段 来刺激对方达到目的 这在国际比赛屡见不鲜 有人说 那他就算使个小伎俩 那怎么比赛之后 还咬这事硬降呢 他说白了 可能比这乐电线 也可能心里 他就觉得孙杨欺骗了大家 所以我说 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就是你无论你骂多少 骂霍顿 不解决问题 我们得反思什么 像这种指责 大家是不是觉得挺常见的 你看去年 2015年的世界游泳 喀山锦标赛 当时宁泽涛得了冠军了 马上就有人站住说 说你这游泳队宁泽涛 以前服过新闻记 你这有千科 你这成绩是怎么来的 12年伦敦安会 叶世文打破记录 马上就有西方记者说 你这中国是什么 持新闻记 你就发现 每次我们中国游泳运动员得了好成绩 总有人怀疑你持新闻记 他要一回两回 可能对方调刺 看你眼眶的发情 比我用心 那回回都是这样 咱们就得琢磨琢磨 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有些观众朋友 可能对中国游泳都是历史不太了解 你得好好琢磨琢磨 为什么一有这事人家就这么指责 为什么人家总怀疑你服新闻记 咱们首先得给大伙把这个事往前捣捣 为什么怀疑孙杨 怀疑宁泽涛 说你这个好成绩是新闻记出来的 是因为这两个人确实有服用新闻记的强客 可能有的不了解是 还有这事呢 孙杨在2014年5月份的时候 被咱们国家的反新闻记中心查出来 他服新闻记 最后一调查误服 因为孙杨心脏不太好 要吃一些药 结果这些药物是伪禁的药物 这样当时就给孙杨判了禁赛三个月 就是到14年的8月16号就可以服出了 所以孙杨不仅能够参加旅游奥运会 甚至当年的银川亚运会都不耽误 一样能参加 也就是说孙杨确实有误服禁药被禁赛三个月 可是你误服那也是你吃了 就说这事上他是有前科的 宁泽涛也是如此 在2011年3月份的时候 他因为服用有助于提高成绩的兴奋剂 被禁赛了一年 这不是国际永连查的 就是咱们中国的反新闻机中心 自究自查 把他查出来的 禁赛了他一年 就是说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有过服用新闻剂的前科 所以你琢磨琢磨 如果你历史完全是清白的 他恐怕他就污蔑你 他也不会这么理直气壮 所以我说头一点 我们的运动员在这方面 这两个人身上是有这个前科的 第二个 你再从中国游泳队上 咱们经常说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人以前打架 把人打伤过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可能因为有点事跟人又吵起来了 大家本能的怕他动手 怕他下手黑 为啥 你以前干过这事 那么中国游泳队 咱们实事求是说 在历史上确实有非常不光彩的意义 当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咱们这个十六块金牌能拿十二块 那女弱员 哎呦 这个金花 那个金花 五大三粗的 跟你说话 瘟声瘟气的 这一台脸 你看猴杰都读出 说不服用新闻机 咱们是你懂的 咱就不用细说了 那么这种恶果造成什么呢 1994年广岛亚运会 我们有十一个运动员 被查出服用兴奋机 其中有七个是游泳队的 后来公布一些录像 哎呀 那宾馆里头看着 咱拿那针往自个儿伸人打 药瓶子往外拉 丢透人了 所以我说九六年养叹大奋亚运会 我们代表队一入场 美国解释员说 这是一支靠兴奋剂提高成绩的队伍 咱当时啥都说不出来 因为世界半个之内 一次大赛十一个运动员 被查出服用兴奋机 哪个国家也没有过 咱们创了几路 所以后来我们的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痛下决心 就不要这金牌 我们也不能服用兴奋机 所以中国那时候向世界表示 我们坚决不服用兴奋机 这一点上 目前我们国家政府 包括体育总局 在态度上没有问题的 可是在那之后 依然偶尔的有那么一个两个的 服用兴奋机 而这其中就有游泳的运动员 说白了 中国游泳 历史上有不光彩的一页 你现在 你看咱们经常听 什么欧阳坤鹏进赛了 忠诚进赛 什么宁泽涛一年了 孙杨三个月 跟永永队真有关系 所以这个事累加在一块 你说人家看你有好成绩 就怀疑你 你琢磨琢磨 是 说他可能心思重了 功力心强了 但是如果你历史上 清清白白 什么事都没有 可能人家也不会 这么明目张胆的 说出这样话 再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各个国家 说白了 运动员有的时候 咱说不客气 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澳大利亚 你美国用运动员 就不服兴奋机吗 这几年查出好多了 但是查出的是查出的 我们最在乎的是什么 集体服用兴奋机 甚至是国家行为 服用兴奋机 为什么钱东德 被体育界唾弃 国家组织服用兴奋机 为什么这次俄罗斯 处罚的这么严重 就是怀疑他国家行为 组织服用兴奋机 那么有人说 说你中国 你的官方 对运动员服用兴奋机 态度有点暧昧 这一点咱说冤枉我们了 因为我们在反兴奋机方面 立场非常坚定 可是国家态度 政府态度 政策法规是一回事 执行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看咱们好多的政策 非常好 立国立民 但是一执行过程当中 出现个别的腐败分子 个别比较用心的人 可能这事就容易干咋 那么在反兴奋机这个角度 我们的有些机构的 有些人员做的不好 不好在哪呢 遮遮掩掩 不给公众知情权 咱们就拿孙杨这个事说 孙杨2014年 这5月份查出服兴奋机 竞赛三个月 8月份解禁 咱们大家知道这事是啥时候 11月份才知道 这时候孙杨已经解禁三个月了 活不烂跳 出来到处比赛 那么当时就连我们的国家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国家级的通讯社 新华社都发文质疑 为什么 孙杨竞赛三个月都解禁之后 隔了又三个月 老百姓才知道 这对吗 你是不是应该开诚布公布这事呢 那么就在去年 国际永联有一些人就提出来 说是中国在兴奋机这个态度上 不是那么太明朗 怎么的呢 它不是瞒报 就是去年到今年年初 我们游泳队有几粒服用兴奋机的 咱们都一五一十的 如实的向国际永联回报 可是你光向国际永联回报 西方国家的一些记者认为这不够 你得让老百姓知道这个事 所以有人就提出这问题 登一些文章 结果我们的体育组织认为 这是在奥运之年 别有用心 咬乱我们的军心 后来这事捅到哪了呢 当做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当时我们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回答了这个问题 讲述了中国政府 反兴奋机方面 坚定不移的立场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这里头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为什么五月份发现的服兴奋机 八月份禁赛三个月完了 不向公众说明这个事 当时我们的反兴奋机中心 和中国的永邪理智气壮的说 不能 为啥呢 你说的我们查出服兴奋机 说也禁赛了 那运动员得申诉 咱们这个法院判还有一审二审 他申诉过程当中 你说咱要给他报出去 这不对人名誉是个影响吗 他说的对不对 根本就不对 为什么 申诉是有程序的 你申不申诉 申诉什么时候开听证会 这都是有程序的 那好 你不申诉 也不知猴年马月开听证会 那这个消息就石沉大海了 这老百姓黑不提白不提就不知道了 那好 我想问一下中国反兴奋机构的某些人 马家军服用兴奋机这个事 不是照于气而不舍的调查 就这么的 还中间把服兴奋机那段给删了 20多年来 这个事就石沉大海 如果不是调查记者 坚持不懈的追下去 这事我们能知道吗 包括当年94年广大院案会 是一个普用兴奋机的 在当年我们有多少公众值得这个事 那好 你那不开听证会 大多数运动员是什么的 心裂有鬼拉倒 我也不听证 好 你那不开听证会 我们就等着 你800年不开 我们就等800年 那么我们想说的是 拿公众的知情权放到哪去了 所以这个事上 我们做的非常不到位 本来孙杨误服这个事 很好解释的 你为啥要遮遮掩掩 包括宁泽涛 说禁赛一年 2011年的时候 官员到现在宁泽涛出了名了 没有人站出来解释这个事 结果大家就感觉神神秘秘的 怎么回事 就本来你是没啥事的事 你非要遮遮掩掩 大家就认为你一定有事 这就是老百姓心里的有罪推定 就比方说 你俩人站到这玻璃后头 本来你干啥呢 这玻璃透明我们都能看见 你非在那搁个毛玻璃 我们啥也看不着 那就是你俩在后头没干坏事 我们都不能信 你没干坏事 你搁个毛玻璃干嘛 你挡着我们干嘛 所以这个事情上 就我们某一些的官员 做的确实不够地道 也可能是别有用心 也可能业务能力低下 这不是今天四月份有个消息吗 国际反信物纪中心 给中国反信物纪中心停牌了 就你四个月以内 不要你干这个干那个了 正好把奥运会涵盖下去 人家给出理由挺含蓄 说你们业务能力不行 你看这个消息 我说出来 可能现在屏幕前大多数的观众朋友 不知道 这个消息也黑不提摆不提 你说咱这媒体 有的时候一琢磨 挺好玩 这是 所以我再把刚才的问题再解释一下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 不是糊涂 有的时候恰恰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为啥 你比方说孙杨 他五月份查出服信物纪 八月份 竞赛三个月满 然后十月份才公布 我就怀疑从五月份到十月份这之间 有大的赞助商 要让孙杨做广告 做广告就给很多钱 如果你这时候爆出他服信物记者丑闻来了 坏了 人家可能不掏这钱 不掏这钱 这钱可不是都给孙杨 中国游泳队 国家体育总局都能捞到这钱 你明白这意思吗 这时候赞助商没有这新闻爆出来 孙杨的形象光辉万丈 依然可以挣钱 就像当年刘翔 那腿都伤成那个德行来 大家不知道 到完后退赛的时候才说 孙海平一把鼻一把累掉 很不容易 为啥 刘翔那中间有无数的赞助商 你要视线爆说他这腿奥一会说不能跑来 那些赞助商要撤停 撤停以后 这钱 刘翔 孙海平 各个教练加体育总局加上填鞋都得不着 所以这里头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在这种利益牵扯之下 咱们有些人 违背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反兴奋剂的这个立场 在底下偷着使势 我认为这个事应该追究这些人的责任 包括我们现在的运动员在国际上 有人怀疑他们服了兴奋剂什么之类的 这跟啥有关的 都跟这些年我们一小撮人搞这种遮遮掩掩的事 有直接关系 由此看来 我说 巡视组在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住那么一段 非常必要 好好望一望 是哪些人出于自己的利益 败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败坏了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形象 这个事必须得追究 所以我说这个苏扬神是发生这个事 霍顿指责他这事 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思考 别一门心思骂霍顿 他没有休养骂他 说也应该也什么的 那咱且不管 咱先想想 人家为什么骂你 为什么以前也这么骂你 咱们先把自己弄干净了 这时候别人再说什么 无所谓 我就现在想起一件事 2012年西方有些记者指责叶世文 你服了信封记 我那时候就想 这是地道的诬告 那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负责人 不和西方记者对不公堂 在国内有人说哪个球员打假球 你看咱们有些部门维护的 拿出证据来 那时候咱能到哪去了 就窝里横的本事 为什么不在 伦敦案会的时候直接提出来 结果你不提 你觉得挺和谐挺和平 那人就会认为你做贼心虚 所以有的时候 当国际上有些指责我们声音的时候 咱们理性的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指责 它不对 我们坚决反击 如果它要形成一种惯性思维 我们得考虑考虑 我们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到位呢 有某一些人败坏了我们这个国家形象呢 违背了政府坚定不移的反新问题立场呢 咱们得从这角度思考问题 所以我说这个事 奥运会头一天 等于在一定程度就给了咱们观众朋友添堵了 当然添堵的也不止这一个事 你看咱们那个手金 很多人觉得应该在女子十米七步枪诞生 你看这个独立 E40 都认为双保险 最后要美国19岁小丫头 把金牌给拿去了 为啥呢 我就想 如果还是上次奥运会那个赛制 不变的话 咱们这双保险这手金就拿下来 这次变得太大 预赛的成绩不带入决赛 你前面独立打那么好 打破了奥运会预赛纪录 带不到决赛 决赛里头全一平 而到了决赛呢 美儿先打六发 累加起来之后呢 末被淘汰 然后淘汰了最后就下去一个剩下PK 下去一个剩下PK 都是两两PK 最后绝出冠军 现场是真刺激 当时我看了手心是汗心 蹦蹦直跳 回头回放这过程 这个确实对于观众有好处 可是对于咱们运动员 增大了很多不确定了这方面的因素 所以最后咱这块金牌没拿着 其实我倒觉得比这个更可惜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在女子中箭个人的比赛当中 我们三个人有两个曾经排过世界第一 最后我们只得了一块铜牌 那个女子中箭个人的把握 我甚至觉得比那个女子十米 七步枪的把握都大 为什么心态出现问题 这三个女孩没有调整好自己心态 当然你说这些项目设计重箭都有偶然性 大家其实更加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的三大球 三大球我们这两天也确实不如意 咱们的男排男足没进入奥运会 女篮女排女足加个男篮 四支团体进入到奥运会 但这几天你看女足咱们总算0比3输给巴西之后 2比0赢了南非 传口气 但南非这个队说白是个渔南队伍 2比0赢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也不值得我们多高兴 我们再看女篮输给加拿大大比分 输了二十多分 男篮大比分输给蒙哲顿 输了57分 女排大家其实最关注的是女排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女排在历史上奥运会成绩相当好 84年咱们是得了冠军 2004年得了冠军 1996年得了亚军 还有两家奥运会得了铜牌 一届第七两届第五 就是你拿出团体成绩来看 中国女排团体成绩是最好的 尤其是2014年咱们得了世锦赛的亚军 2015年咱们时隔11年拿了世界杯的冠军 郎平郎智岛回来一带队 这几年分几步先把全国的好队员找来 然后重用年轻人一点点把这支队伍带得很好 所以你想去年我们得了世界杯冠军 那今天大家期望值是什么 是不是希望旅游要议会咱们能够更上一层楼 很多人都抱着这个想法看 没想到是这个小组分组有强队 你像有去年的亚军塞尔维亚 有这个世界排第一的美国 荷兰虽然是欧洲新贵 其实很多人没拿它当回事 没想到咱们女排想要开门红 弄了个开门黑 2比3 最终让荷兰队玩了个大逆转 很多人看出很失望 指导说狼指导出现指挥事物 那惠若奇能力就不行 怎么还能用它呢 那谁跳发球那么好 怎么关键数不让它上呢 很多人指责郎平 其实我倒觉得狼指导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大的事物 也不是什么战术事物 我倒觉得狼平稍微有那么一点轻敌 不是很拿荷兰当过事 这倒是真的 再有一点 你别忘了我们这支球队 你以为前年的亚军 去年的冠军 就真具备李约夺冠的实力吗 李约夺冠得过八关 对运动员的体力耐力心理考验 要远远大于世界赛和世界杯 而我们现在这队员平均年龄二十多岁 你看大家说这场比赛表现好的 一个是第一主力朱婷 再一个十九岁小将龚湘羽 龚湘羽凭着自己能力 一点点把过去队长曾春磊都给挤出去了 还有大家熟悉张昌宁 袁新月 自由人丁霞 还有一个兼二船 二船手林立 这六个人可以作为中国女排主力 那么这六个人加一块平均年龄多少 你能想象吗 21.5岁 这个岁数在国际大厦上太年轻 就是我们现在这只中国女排 经验非常不足 都是年轻运动员 所以年轻运动员 你看着要打疯了 谁都挡不住 见人杀人 见神杀神 可是一旦要遇到一些困难 他调整的能力 照老运动员就要差很多 就是我们现在以绝对年轻人为主力的这样一个阵容 狼之岛可以告诉他们怎么打 但不能替他们上去打 所以这支球队 你看 在决胜局10比7领先荷兰队的时候 它的调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就对这种困难应对不足 所以我说成长的代价 这几乎是必然的 没有哪些队员 年纪轻轻起来 就一帆逢顺打下去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 应该给狼之岛和中国女排一定的空间 太年轻 然后后边的比赛 咱们一点点的 我是觉得世界安生还来得及 不是输一场比赛 那就进入世界末日了 所以要允许年轻人 有一定的成长空间 这也告诉我们 不要以为过去女排这两年成绩好 你就想那人认为 李悦他应该能够拿这个冠军 没那么简单 所以我说女排 咱们还寄予厚望 看他后边表现 同时我们再看大家非常关注的男篮 这男篮输的确实惨点 57分 但这输57分 大家也不意外 你对的是孟之队 但我们感觉到惋惜的是什么 你看亮点是一剑联 25分6个篮板 不错 因为一剑联原来就NBA的 现在有人认为 这个状态还可以回NBA打球 确实是中国队第一主力 可是我们看 中国队有诸多令我们失望 你比方说 已经被NBA相中的周琦王哲林 还有那未来希望之星李慕豪 这三个内线 这场比赛打得软得跟面条似的 就是你跟人家对抗 基本对抗不了 心理素质也不过硬 很多人说那这年轻都这样 那可不是 96年他会说王志志才17 把大格罗维迅帽都给盖了 你看他还是不一样 就我说从这点来讲 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 比赛这种调整 他的经验都能够在大赛当中反映出来 现在我们这几个内线偏软 所以这一场比赛暴露中国队的问题也很多 因为这支中国队我告诉大家 非常有可能重演92年巴塞罗大会 咱们一场不赢垫底 很有可能就是那样 龚鲁明也说我们就去锻炼队伍去了 我们基本上小组赛各个球队实力都比我们强 包括委任内郎都非常不好打 所以说大家对这届中国男来 我觉得让他练兵去 不要抱太大希望 真是打不过人 记不住人 而且这也说明什么问题 在90年代80年代 中国队只要一队美国队 那输五六十分是太正常 要输三十分四十分都算少了 后来一支姚明出来的 咱们输得少点 所以我说姚明能让中国队 他没法做到让中国队漂亮的赢 但可以避免我们难看的输 等姚明这两米二十六这么长 大泡沫下去之后 中国南兰原形毕露 我们现在中国南兰的水平不如姚明的时候 也不如96年94年 甚至不如80年代 没有特点打的 你说中国南兰现在是打快 还是什么零 还是如何投篮多准 一样都不占人一紧闭就猛 所以我是告诉大家 不要对中国南兰抱太大的希望 这届没戏 你就看看这几个年轻人 为什么我看周琪王者林 我感觉有时候不太舒服 这是我们的未来之星 这个表现实在让我们心里头有点不是很舒服 再有一点 咱们看美国孟治顿 都说这届孟治顿 你说詹姆斯也没来 库里也没来 有什么大盘没来 这支球队里只要有多兰特 他就够孟治顿 你说杜兰特安东尼两个大球型 现在安东尼可不如杜兰特 剩下那些人在我看都是角色球员 你包括什么德罗赞 包括洛瑞 包括巴特勒这些人 欧文在我看都是角色球员 而这场比赛有杜兰特赛 你看美国队打的那个舒服 有一幕我看着特来气 咱们中国队是技术犯规了 技术犯规不是由对方任意一个队员发篮吗 结果德罗赞和巴特勒两人干嘛 咱俩谁法 来石头剪刀布 底下玩石头剪刀布 根本没拿中国队当回事 你看着你不来气吗 但没办法 谁让你干不过人家了 这支球队为什么杜兰特重要呢 杜兰特的打法更加适合国际比赛 说杜兰特两米零六 其实杜兰特有两米一一 臂展多少 两米三八将近 那个长臂员呢 他在这个国际篮联的规则下 我们都知道NBA的三分比国际篮联要远 他投这个国际篮联比赛这个三分呢 就跟NBA的长距离中投伤 杜兰特往前干拔 谁都拦不住 他也带后仰 所以他要得分手感上来 砍瓜前赛一取一九 你当年我们记得上届伦敦比赛的时候 那詹姆斯科比俩大腕都去了 决赛打西班牙 我记得詹姆斯得十九分 科比得十七分 杜兰特干多分 干了三十分 就是 他在打国际篮联比赛 他比NBA任何一个球形都好使 你看这场比赛玩是就风卷残云 他一在场上 比分就拉着 就中国队对的毫无办法 不光中国队 这些国际篮联其他球队 对杜兰特都没有办法 所以杜兰特是这支球队 当之无愧的一个大杀气 有他在 什么事都好办 所以我们跟孟治顿这个差距 真不是一年两年能比 十年八年 一百年能追上 反正我估计 我活着恐怕是看不着这一天的 中国队恐怕打不出NBA那种 行云流水的篮球来 所以我们说 奥运首日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挺赌心的事 这金牌没拿着 但咱们说 中国人现在对奥运态度越来越宽容 不是说你这非得金牌 我们就捧你两银三桶 得了五块奖牌 已经很了不得了 而且你注意看 第一天产生的十块金牌 来自十个国家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说明现在不定抽棱 哪上了一个人 这是高度分散化的 不可能个便宜事 都你一家站着 当然我们从中反思的东西 还不止这点 你像今天 48公斤级女子举重金牌 掘出来 本来咱们派一个叫侯志慧的小女孩 19岁小女孩 这个项目 结果这个项目咱没报 一看俄罗斯受处罚了 咱们觉得75公斤级以上的能有机会 咱们放弃了48公斤级 因为一个队只能报四项 咱们报75公斤以上级 结果这次得了冠军这人什么成绩呢 200公斤 这成绩 侯志慧在今天是奥运选拔赛 玩似的210公斤就举起来 超10公斤 很多人说你说他来了 是不是就好办了 你说就觉得那方面能投机 一个好的队伍 不应该有这种投机下方 而且侯志慧练这么多年 一下子 没这机会 有人就说这背后 有些各个地方铁委在那搅利 因为啥 奥运会得一块金牌 等于全会两块 这都有利益 所以我说 一个奥运会绝不仅仅是为国争光 那么简单 这里头有非常复杂的利益输送 我错综复杂的地方派系争斗 就我们要通过这家奥运会 看背后的一些事情 这里头都有什么文章 所以咱们虽然没法阻止别人 说你这个说你那个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 把自己的一些问题毛病 好好检讨一下 怎么能做得更好 这就是中国过去一句老话 静坐长死己过 闲谈没论 人非